今天是我们旅程的第七日 我们今天就会驾车 直接去莫大拉的考古园区 圣经记载耶稣曾经走遍加利利 在各个会堂里面教训人 他曾经为莫大拉的玛利亚 赶出七个鬼 此后他也和其他妇女 一起支持耶稣的事工 所以莫大拉不是一个以熟能长的圣经地名 而是一个很重要的耶稣传福音的地点 在2009年开始 这个地方很意外地 有一个重大的考古发现 他们找到在公元一世纪的犹太村 包括犹太会堂商店街浸礼池住宅 甚至是暴雨的区域等等 在考古的发现里面 不单证明莫大拉和莫大拉的会堂存在 更加证明有关耶稣事迹的真实性 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个会堂是在以色列境内 其中一个是最古老的会堂 在当中也发掘了一些钱币 也有一些马赛克的图案 在这个会堂里面 发现了一个黑有金灯台的港台 称为莫大拉之石 因为这个是目前最早有关金灯台的考古文物 在这个又雕刻的港台上 你会看到有一些雕刻的图案 包括数字、油灯 甚至是一个三脚的金灯台 由此推算 都可能是由一个亲眼见过圣殿 金灯台的人所做的作品 在这个考古园区 除了有第一世纪的会堂 还有其他设施 包括住宅市场 饮水道浸礼池 由于这里也很近阿伯山 所以昔日的犹太人 当他们进行洁净之礼的时候 都需要用沙上流下来的活水 所以你也会看到这里也有几个浸礼池 为什么在这个犹太村 会有浸礼池呢 因为根据犹太的条例 在入会堂读经讨告之前 一定是要先达到礼仪上的结症 感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从考古园区走向加利利海 会看到有一间客家屋 另外还有一间教堂 而教堂的旁边很清楚 我们都会看到阿伯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做一个主题 另外在教堂的中间 也有一幅马赛克的画像 里面其实是说了这间教堂的名称 意思就是开到水深之处 这孩子要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冒志愿者 李宗盛 你仔青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参观完这个莫大拉考古园区 想起昔日莫大拉的马利亚被上帝医治 又想起耶稣基督亲自在加利利这个地方 来传扬祂的福音 亦能在会堂里传扬神的说话 一切都是如此真实 很感谢神 也希望上帝继续祝福祂的事工 叫更多人因为这个地方来认识神 祝福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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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祂